我會這樣看 嚴格來說 我不覺得我演出這劇的聲演 不如說聲演聖福藥室 如果你問什麼原因的話 我要說回一點點 我近年幾 我時不時都會祈禱 求天主幫助我翻開人生新的篇章 什麼是新的篇章 何謂舊的篇章 舊的篇章我會認為是 我由十幾歲開始 到近年 我一直努力在演藝事業上 希望更上一層樓 希望有多一首大家熟悉耳熟能場的歌曲 希望有多一部戲劇的代表作 一直都在這個範圍 在這片天空下面的耕耘 在這片天空下面的耕耘 這個我會形容為舊的篇章 到近年幾 我開始在思考 在我下半身 我是不是 除了舊會篇章的工作之外 我是不是應該去發掘一些 或者應該開一個新的篇章 去發展一個新的篇章 所以我祈禱求天主幫助我 把新的篇章裡面的項目 一項一項一項去填滿它 而馬上第一件事 我想到在新的篇章裡面 可能是他提示給我 我應該要做的 就是複存工作 所以你問我 今次我參加這個劇 原因就是兩個字 複存 最不同的就是以往的配音 無論是 例如 Toy Story裡面的 Woody Shrek裡面的 Donkey 又或者是 先兩年和 梁永奇的 那個 星夢動物園裡面的 那隻樹熊 每一次我配音的時候 都會 滲入了很多張惠健的色彩 在裡面 但是今次 聲演 聖福藥室 我沒有 我沒有這樣做 因為不適合 不適合有任何張惠健的色彩 在裡面 所以今次 我完完全全是 導演 和譚神父 就是我們的劇 最高領導人 譚神父 沒有人比他們更加了解 福藥室神父 所以我完完全全 根據劇本 所寫 我就盡量投入 去聲演聖福藥室 完全盡量沒有張惠健的色彩在裡面 其實對我來說 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為做了這麼多年 一定自己習慣了 一定是 放很多自己的東西 進去任何作品裡面 但是你要我完全不行 一些張惠健的色彩都不好有 其實對我來說 是有少少難度的 不過我覺得應該是這樣做 因為這個不是娛樂工作 是一個複存的工作 劇本基本上是沒有的 因為這個不是一個戲劇創作 這是一個百分之百 真人真事的傳記 所以在劇本上 基本上我是沒有加入太多意見 反而歌曲 在一首歌叫做《回家的路》 這首歌是在劇中 福藥室神父快將離世的時候 那一場戲出現的這首歌 在這首歌裡 是我唱的這首歌《回家的路》 我加入了少少意見 就是在音樂中間的音樂過門的時候 我加入了《聖三光榮經》 《願光榮》 《貴於父》 《及子》 《及聖神》 《起初如何》 《今日亦然》 《直到永遠》 剛剛好 謝謝神父 音樂過門的長度 剛剛好 就是可以讓我念完《聖三光榮經》 然後再唱第二段的歌 所以唯一我加入意見的就是這件事 學到的就是只要我認為我現在做這件事 是合乎天主的旨意 只要我做這件事 我是為祂而做的 不用想太多 做 還有不要看 不要想 不需要望 成果 不需要看成果 有多大 有多小 有多快 可以回到你的Return 不需要 甚至可能做完之後 讓我看到的成果 可能是零的 但是不要緊 只要是為祂而做的 Just do it 因為 一句說話很簡單 在他身上學到的就是 複存不是收穫 是播種 未必在今天 可能在一個星期之後 一個月之後 一年之後 和十年之後 不停地收割 不停地收割 所以 我常常記住一句說話 就是複音傳播 不是立竿見影的工作 而是播種 我完全不敢回答這個問題 因為在聖保育室面前 我是不堪一提 當然 勉強要我回答這個問題 我只能說 保育室神父 一輩子 只是做一件事 而我 上半生 我一直 都是做一件事 當然 他做一件事 是為主服務 而我做一件事 是為自己服務 很慚愧 就是在我 在我的演藝事業上 去努力打拼 一直以來 我一心一意 是做一件事 所以 要勉強要扯大男 要扯他 說你有什麼相似 我窮了 我大本身 都是在耕耕我 一個事業 就是演藝事業 所以在我訪問的 一開始我講過 我覺得在我下半生 我應該要去發掘 一些更多的可能性 更多為教會去做的工作 為社會去回饋社會的工作 所以 我希望在我下半生 可以好像 聖福樂室一樣 只是做一件事 就是為他服務